大家好,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张金兰教授。 在这一讲里呢,我们学习卓辅音轻化。 如果卓辅音,特别是成对的卓辅音,在词尾或者是在轻辅音之前的时候, 他都要读作相对应的轻辅音,也就是卓辅音轻化。 比如,zup,b,因为在词尾,所以呢,读作p。 sat,d,在词尾,同样读作sat。 zavot,也是一样,因为d,在词尾,所以呢,读作zavot。 zabd,同样也是d,在词尾。 读作t,跟我读。 Ivanov,v,在词尾,所以读f. sat,avtobus,v,在t的前面,受t的影响,他轻化avtobus. sat,astanovke,也是这种情况。 gassmannhaft,同样是这种情况。 zavot,dass,gas,fot,druck,他们都在词尾,都轻化了。 那么这个,v,说,h,的影响也轻化。 sia,men du chiz. e,ta,gas,man,aft, e,ta,sat, e,ta,avtobus, e,ta,astanovke,avtobuse, avtobuse,zat这里是第二个, 这是 下面小对话 кто это это профессор Иванов кто это это друг в词尾 读作 好 下面 学写单词 我们说过 写单词的时候呢 要注意 连写 还要注意 间隔 го rat 到这儿 连不上了 怎么办 用一个小连接符 把这个 的 连上 ву х рука 最后一个单词 сахар 好 希望呢 大家 把这个单词呢 每个单词 抄写三遍 这一课的 礼貌用语是 mojna bajost 什么意思呢 mojna 可以吗 bajost 请吧 他用在什么样的 情景当中呢 比如 你借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 mojna 回答 bajost 或者是 你敲门的时候 想要进入 人家的房间 你就可以说 dukduk mojna bajost 好 这一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